欢迎收看老张为旅行,我是老张 这次我们要到铁路平溪线上的几个小站走走哦 路过平溪站的便利店,建议补充一下物资顺便上个厕所 因为等一下要去的旺谷是个人烟罕至的小站 106县道切入旺谷的道路很狭窄 这里要特别放慢速度小心驾驶哦 过了庆河桥,右手边就是旺谷火车站 车行道路只能左转,道路非常的狭窄 穿越庆河吊桥时,桥遇火车经过 真的是很文青的那个浪漫啊 车子停好之后,往旺谷瀑布出发 在这里穿越铁路之后,走木站道继续前进 往旺谷瀑布的路线很单纯 乖乖往上爬就对啦 上坡路爬完之后,这个插路口右转往下 就是上坡平台了 旺谷瀑布就在前面了 看样子目前是枯水期 瀑布小的可怜啦 不过水看起来还是蛮深的 泡水玩水还是要小心啊 好啦,再看一眼缩小版的旺谷瀑布 我们继续下一个行程吧 发现路边有个介绍看板 可以想象缅怀一下 满水版的旺谷瀑布啊 爬站道回到原来的步道之后 夫人们表示累暴想要休息一下 休息过后往回走 看到一个分岔路口 这个路线 这个路线夫人们敌死不从啊 那我们路过看看就好了齁 legit 这是在一块 睡觉做 inquicos 没有违规跨越铁道的话 那就要通过这个路桥喔 路桥上可以看到刚刚开车经过的庆禾桥 快到旺谷车站时 发现有一处废墟老屋 坐车时夫人跟一位大姐聊天 大姐说十分聊瀑布也是水超少 真的是让我们深感安慰 旺谷车站与菱角车站 都是平溪线上的无人小站 不过菱角显然要比旺谷热闹很多 顺着菱角聊山步道 大约只要三分钟的路程 就可以到达菱角著名的古迹景点 有机待修中 所以只能在围篱外远距离观赏 蔡家羊楼建于1930年代 如今则是人去楼空了 走回车站跨越铁路之后 前往菱角地区唯一的一家咖啡厅 喝个下午茶吧 外观超低调 招牌要仔细找才看得到 这里没有冷气 只有电风扇 最低消费是饮料一杯 就像许多秘境咖啡店一样 猫店长翅标配 这里的咖啡老张觉得很不错 放蛋糕甜点也很不错吃哦 感觉很适合在这里放空一下午 回程路上在这座桥往左看 有一条昔日运煤的台车道 往右看则是竹林印水的美景 回到菱角车站之后 前往菱角地区唯一的餐厅 吃晚餐啦 首先上桌的这道菜很特别 厚猪腿肉 用类似盐酥鸡的方式酥炸 配着炸过的九层塔和葱一起吃 接下来这个水饺也是从没吃过 外皮薄Q 内馅用了好几种野姜花 加上猪肉 吃起来花香四溢呀 接下来的几道菜也都在水准之上 连炒饭也是火候十足 粒粒分明啊 老板非常亲切 老板说他们都不用猪油 也不用味精 老张真心觉得这家餐厅CP值超高 有机会一定会再来哦 在火车上跟菱角说再见之后 再到平溪逛逛逛吧 到平溪不放天灯的话 那就到街上走走看看 天色江暗 华灯初上的街景 我有意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